在卢州方面也准备了贺礼来迎接儿童节 卢州市长李翁月娥在4月2号 亲自到托儿所发放儿童节礼物 提早向小朋友们祝贺儿童节快乐 小朋友热情欢迎市长妈妈的到来 这次市长妈妈特别带来儿童节礼物 要陪小朋友提早过节 卢州市公所这次为卢州地区 两万五千名小学生和托儿所幼稚园的小朋友 准备的儿童节礼物是每人两百元的礼券 让小朋友和爸爸妈妈自由发挥做最好的利用 我们送给卢州市的每一位小朋友 包括我们国小以及我们幼稚园托儿所的小朋友 每一位送我们便利商店的购物礼券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选购他最喜欢的儿童家节礼物 全市的小朋友经由各校统一发放 预计都可以在儿童节之前收到这份礼物 天文年新闻省就你们有会 如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